好,来,在这一边呢,这一个我要教大家prefix prefix呢,就是这个我们其实在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有接触过prefix了 只是我们自己本身不知道而已 然后prefix是什么东西呢 就kilometer这一些东西 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centimini这一些都是我们小学的时候都有在学着 小学的时候呢,我就教我的那个学生说我们有那个长度 然后长度的时候呢,我们就有那个km跟m 然后我还有mm,我让他们背这样的一个表 然后我们接着呢,就有那个液体的 我们接着还有质量,质量的话呢,它有kg跟g 然后我们还有那个什么液体的体积 OK,液体的体积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这个l跟ml so,你可以看到我让他们配的时候呢,我是好像看上来那个表好像没有规律的 可是我在这一边呢,我就直接看让他们k跟k的对齐 然后前面没有放东西的对齐 然后前面有m的,我就跟它对齐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k去km的时候我是乘1000 然后kg的时候我是乘1000 然后我的l去ml的时候我是乘1000 然后我的m去mm的时候我是乘1000 然后我的m去cm的时候我这边是乘100 然后cm去mm的时候我这边是乘10 然后它淘板回去的时候呢 我的这一个乘的就变成除 我这边回来的时候是除10 我这边回来的时候是除100 然后这边回来的时候它是除1000 然后我这边回来的时候也是除1000 然后旁边的这些乘1000的上回去除1000 乘1000的上回去除1000 所以在小学的时候我就让我的学生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它的prefix有k和prefix有m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们prefix最简单最直接可以看到的一个地方 就是在这一边 然后我们这一边呢,这个prefix呢 你一定要把它背上来 你不背的情况之下你根本不能够知道嘛 所以在这个prefix的时候呢 我是怎样的一种方式来教我的学生的呢 OK,我让他们把那个prefix分成两个部分 来看待 第一个部分呢 它是每三个三个将来进 3,6,9,12 -3,6,9,12 然后kilometer gigatera 然后mini,micron,nanopico 然后接着呢 另外一个呢 就是每10来进的 就是deka,hecto,kilo 然后deka,centi,mini 这样的一种方式 OK,然后在这一边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让他们背的时候 让他们的那个是怎样的一种方式来背呢 你就心里想 我们现在有两个 我们就把那个表分成空的先 OK,上面是kilo,mega,giga,tera 所以它每上每下一个是乘1000 OK,这一边我每下一个的时候它都是乘1000 然后每上一个的时候它都是除1000 OK,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想象 OK,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想象 或者是它是乘1000 或者是这一边是乘1000 或者是这一边是乘1000 这样的一种方式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 mini OK,然后有mini,micron,nanopico 然后接着我会让他们分过去 分过去 OK,分过去的时候我kilo跟mini 其实是这样连接的 然后我就有那个 什么 deka,hecto,desi跟santic 这样的一种方式 我这边下来的时候都是乘10 然后我这边上去的时候它都是除10 OK,然后在这样的一种方式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来看一看 这一个 这一些其实都 OK,来我们来看看这一边有三题 是SPM的partial OK,这三题SPM的partial里面呢 它就有megahertz 然后它要把让你变成hz的情况之下 就是说我要从mega 换成没有单位 OK,你看我的这个megahertz 换成hz的时候 其实它的prefix是mega 换成没有 所以我从mega 换成没有的时候 我就是乘1000两次 所以我这边其实还有一个kilohertz 所以我这边是乘1000 然后在这边又再乘1000 OK,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它这个会是等于102.3乘s power ok,然后这个我再向前移两个位的话呢 它就会变成1.023乘s power 所以答案是d 然后接着呢 我们这边有那个picof f ok,然后它现在变成f 就是说我的pico跟f的情况之下呢 我的这个就是我的f是没有单位的 然后我的picooff呢 它的prefix是有 那个 所以我这边的时候 3,6,9,12 所以我在这边的时候呢 其实是乘102.023乘s power-12 所以我的这一个470picof的f的时候呢 它其实是470乘s power-12 然后我的这个向前移两个位的时候呢 它变成4.7乘s power-12 加-12 OK 然后它就会变成4.7乘s power-10 所以答案是a4.7乘s power-10 然后接着呢 这一边它的那个 呃 micron nano centi mini m的情况之下 我要看哪里一个比较长的时候呢 我们把它全部都换成 没有prefix 都换成m so OK 我们的这个m 我从micron micron 要换上去 那个没有的话呢 我要乘s power-6 -6 所以它就2.68乘s power-3 然后再-6 所以它会变成2.68乘s power-3 然后我的mini 要换成 这一个的时候-1 所以它就会变成2.68乘s power-1 -1 所以它就变成2.68乘s power-2 然后这个3d 3d 3d的时候 哎 mini mini换上去的时候 其实是-3 OK sorry 我弄错了 OK 所以它是-3-1 所以它这个是-4 OK 然后3d的情况之下呢 向上两个 所以它就是2.68乘s power-3-2 然后2.68乘s power-1 然后这一个呢 是2.68乘s power-4 直接是-4 这些都是emitter em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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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6 3-6-3 -1-3 就-4 然后3-2 它就1 然后-4 所以我们知道C的这个是最大的 然后在这边呢 我们还有一样东西是要 呃 假设 假设你用我的这个表的情况之下 它给你的是什么 420 呃 那个 mega-f 它要你换成 那个 呃 3d f 的情况之下 你要怎样做呢 就是说 你看啊 在这边 我就从这边 mega-3 3 6 平行过去 7 8 OK 所以它就会变成420乘s power-8 f OK 3 6 过去 这边 可以不想过去的 3 6 7 8 OK 它就 这一个 所以它就会移前两个位 所以它会变成4.2乘s power-8 加-2 所以它会变成4.2乘s power-10 4.2乘s power-10 4.2乘s power-10 3d f 再会变成4.2乘s power-10